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生活中 这名长发清秀的女子叫做黄敬纯 她十多年前到泰国变姓 更改身份证跟名字当起女人 四处骗婚诈财 被骗的许先生拿出手机 上头还有嫌犯的呛家简讯 许先生说两个人才同居一个礼拜 自己就被骗走二十万元 其实变姓人黄敬纯诈骗经验丰富 十年前因为盗刷信用卡被判刑六个月 隔两年又因为未造信用卡遭判刑潜逃中国 2005年回国因为未造护照被捕入狱 2006年她故技重施 不但假扮空姐和军人结婚 诈骗百万还扮调查员和男子交往 骗走245万元 今年9月黄信嫌犯假借名模和许姓工程师同居 却因为举止粗鲁让被害人惊绝 妙龄女子近视男儿生 那后来就是又看到她是在上厕所 还有说她房间说我打扫 结果说又浴室厕所都那么脏 我就觉得说有怪怪的 黄信嫌犯化身亲面女郎 履出新照片才诈婚 台中地方法院一诈气未造文书罪嫌 判黄信嫌犯一年三个月有期徒刑 周天新闻赖关张黄佩如台南报道 好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要怎么去解读 那么到底我们有可能 真的可能在生活周遭当中 就很容易碰到这种人 这个徽文 其实我们在一听到说所谓有变性版 这眼睛就为之一亮了 但是看看她是这么多年来 骗过这么多个人 怎么这么多人都会受骗伤当呢 对这个我先跟她讲 因为我们之前跑 有遇到几位这个变性 或是变性中的流音 其实在万华有好几位 那所以说到底她进行到什么阶段 这个是要区别的 所以说她已经把男性的那个部分切掉了 然后放上人工的那一种的 还是说她只是 这当然很多阶段 那这一个被告 我觉得非常的恶劣 因为我们以前看到那些 其实他们很可怜 他们就是为了要筹这个手术的费用 因为这个手术在台湾是不能做的 所以一定要到东南亚去做 泰国啦一些国家去做 那要筹钱怎么办 他们只要下海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们前几天不是那个 同志大游行吗 所以我们对性别这方面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观众朋友一定很清楚说 在我们台湾的演艺圈 也有好几位 我想应该不用我点名了 因为点名很像就不好意思 我就不点名了 我就说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它 但它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恶劣的 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告诉大家 大家常常看到说那个男生 就说觉得男生的这个刻板印象 应该如何如何 其实在家暴的案件里面 每十件就有一件被害人是男的 恰杂母 公公那样的 其实犯罪黑处就管 这我们都不好意思讲了 就被打 被打就不好意思讲 像这种宅男被骗的 像我们今天谈的宅男被骗的 我非常鼓励他 出来讲没关系 你看刚刚我们那个新闻做的 都没拍他的脸嘛 也没讲他的名字 这种恶劣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揪出来 我真的呼吁大家就直接看这个 因为这个是照片都有登出来的 以后如果这个是之前他的这个 他的样貌 毕业纪念册的样貌 这个是最近的这个样貌 这样的一个人 我不是要去强调他 变性与否的身份 我觉得他这个诈欺恋财的手段 非常的恶劣 他抓住那个人性的弱点 只有很多宅男 因为他没有 我不能讲说寂寞芳心 因为寂寞芳心形容女生 这些宅男就没有女朋友啊 单身啊 然后看到一个女的 说他第一次遇到他 在这个朋友的聚会面 穿那个细肩带 穿得很性感 那很容易就 就我们的行话就是沉船 很快就头晕了 是 是他啦 不是我 很快就沉船 那沉船之后就开始 很容易就上钩了 我不是要去 谴责这些被害人 我说这些人是 他只有弱点 那你明明知道他有这个弱点 你还从他弱点去下手去骗钱 是 我觉得非常的可怜 对 其实他是处处都可见 这个女子的心机之所在 怎么讲呢 其实因为他跟这个许姓工程师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 并没有拍到这个正面的 这个受害者呢 其实见面了没有几天之后呢 就这个女子啊 就约这名男性说 不如呢我们去屏东玩 而且呢是去夜游嘛 那光琴其实你知道 他们就跑去这个小琉球 说是去拜拜 是要求姻缘 结果呢这个拜拜一开始呢 抽到的是一个夏签 结果呢 他居然可以这么有耐性 从早一直拌杯 就拌到中午啊 一直等到求到好签为止 这才带着这个男子就离开了 所以其实光琴 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在过去啊 我们看到这个手版 哇这个范刑 是从1999年到如今 这个2010年的9月 你看都还没写完 就一整版 照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这名女子 她本身过去也有前科的记录的话 但是从外表你真的很难去防备 她是一个骗子 其实这些被害者 被害的男士 他们的情绪很复杂 第一个他们有被炸裁 这个他们或许很清楚的去厘经 但是你看他们那字眼当中 他们对欺骗情感这个是很在乎的 甚至我们看到VCR 那个没有露脸的那位男士 她在这个我看平面媒体的报导 她很介意的 除了钱的这个部分 还介意是说 她的变性这个过程 并没有告诉她 而且她对于有一些情景 她是非常的介意的 譬如说她发现不对的时候 竟然是从这个 她认为的这个女性 竟然会当着她的面 毫不遮掩地放屁 那还有就是说她上厕所不关门 连拉肚子那种非常臭的臭味 传出来她都不在乎 那吃东西的时候 稀里呼噜很大声 而且那个大声是大到隔壁左右邻居 左右邻座都听得到的 她从这些蛛丝马鸡 再加上后来发现她竟然是变性人 这个她的情感上是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她是这位女性 她十几年前就变性 她去泰国变性的 所以一位人是原先是男的 她后来去做了变性 你就不能说她是男而生 但是我认为说她是变性人 但是如果她的认同 她不是认同说 我变性之后我就是女性 而还一直认为自己是男性 那她只是做了生理上的一个变性 她心理上还是男性的话 我觉得她也不能称为女性 但是你说她如果已经是变性了 她十多年前做的时候 而且不是为了后面 我们发现这些诈欺 她是十多年前去做了 那你现在就不能说原来她是男的 因为她已经变了性了 所以我认为说她的真正的罪名 就是诈欺跟伪造文书 所以她因为这样子也被判刑了 那至于有没有告知 这个她本身有做过变性 我觉得有必要告知 你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就算你这个身份 你自己认为有改变了 你还是要告诉别人啊 尤其你要就是以结婚为对象 交往这个男士啊 因为这个差很多耶 你是原本本的一个女性 跟你是经过变性的 对当事人对你的这个对象 当然要给予尊重 但是我觉得这些男士 对于她的一些放屁啊 或者吃东西大声 这样就认为说 哦原来你是男的 我觉得这不一定 这是男性的一个盲点 因为女生也会放屁 女生比如说太太 会打呼 会打呼放屁 然后或吃东西有时候很大声 这或许是一个修养 或者说一个你自己习惯的问题 那她是认为说 她打呼放屁 或者说吃东西很大声 她会觉得她有被欺骗才觉得不对劲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她真的很纯情 因为这个许姓科技男 她自己也认为自己 生活圈比较小 嗯 所以这也给很多这个男士做一个 因件啦 就是说真的要了解 要搞清楚 对结果后来这个男子 他一知道了事情之后呢 他就跟这个女子摊牌嘛 结果这个女子呢 恼羞成怒 结果他们两个人的试婚行为 就此终止 这个女的呢 还把这个男性给赶了出去 甚至呢还恐吓她说 不得张扬不可以声张这件事情 否则还要威胁她 所以笑诚其实看起来 这个女子她跟你表面看到的 这是完全不一样 我应该这么来说 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 寂寞跟这个所谓的生活习惯不好 没有所谓性别之分 那个男人女人都会寂寞 大人小孩也都会寂寞 那但是呢我要奉劝真的很多的电视机 前面的一些男性观众 就是设置头上一把刀 为什么这样来讲 我们看她这个整个诈骗的一个行为跟手法 你会发觉她会用所谓的名模 她会用那个所谓的什么 卧底的调查员 还有包括空姐 那这些都有所谓的 男人有些职业迷思 就跟你讲 男人对空姐 一听到空姐两个字就受不了了 我想有很多男人也有种习惯 为什么呢 这就是所谓的制服跟职业迷思 这样子 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性幻想的 这样的一个取向在 我想这个大家不要否认 所以我另外的话就在这里 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在哪边 就是这一个姓黄的女子 因为她已经变姓了 而且她本来变更身份了 所以她是黄姓女子 那黄姓女子呢 她是在这个姓许先生面前的时候 才故意有打掉 她跟那个名模小白 有没有很熟 还故意打掉 小白啊怎么样 讲讲讲 这是什么目的 这个目的就基本上来讲 我就告诉你说 我的身份就是 我跟名模交钱非常好 所以会变成 就让很多的 刚刚前面讲的所谓的职业 跟制服迷思 这样子的一个性幻想 就已经浮出来了 我想这个东西的话 是很多男人 必须要去了解一个事情 那当然我还是认为 就是说她变文变性 跟她的诈欺行为 那是两码事 那变性本身是一种 自己本身的一个 一个所谓性取向的一个认同 但是呢 这个一个所谓的一个 诈欺行为 那个是不可取的 而且我觉得 辉文做得蛮好 就是把她那个照片弄出来 因为她既然是个累犯 她过去有犯过 现在犯了 未来她也还可能再犯 是好 那江老师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比较命理的这个角度 请教您一下 因为其实 这个刚刚我们在聊到 这个许欺男子 跟这一名女子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他们试婚嘛 结果呢同居一个星期 这名女子始终 不跟这名男子 发生性行为 说我一定要把什么好的 留到最后啊 这是一个理由 那后来再者呢 她又提到说 她从来都不肯拍照 那这个男的虽然觉得 怪怪的 可是也没有多想 那后来才知道说 哦 原来她可能是 不想留下任何的犯罪证据 有图为证嘛 所以 这个可能是她 事后诸葛 事后回想起来 才觉得奇怪 可是有没有可能 比方说我们可能 从这个面相上面啊 或者其他一些 什么蛛丝马迹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她可能是一个 骗财骗色的这个人 其实从面相来看 就是说 你在观察一个人 可以从眼神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讲说 你今天跟对方 在面对面沟通的时候 你眼神可能闪烁不定 第一个代表她心疏不正 那心疏不正 那心疏不正 就是第一个 当然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就在讲话的时候 嘴巴很歪一边 这样歪一边 歪一边代表这样 他胡说八道 所以我们在观察期 以命令老师来看 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 第一个看他眼神 第二看他的嘴型 再来 看他讲话的态度的一扬顿挫 他有时候可能讲话很急 那可能有时候讲话 后人讲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他可能接不上来 代表他前后讲话 一定有矛盾 所以从面相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另外一种来看 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的生活不正常 那生活不正常 正常从脸上看出来 他那臥蝉蝉蝉蝉 就是眼眶的下方这个地方 有点乌乌乌乌 代表他可能夜生活很多 甚至他可能肾脏不好 那其实我们刚才 从这个黄姓的女子来看 就是说他的本名 他讲今年7岁33岁 那以正常来讲 他们讲10岁 那7岁代表他可能生肖属马 那其实从 如果说你从生肖姓名来看 如果说你懂一点面相 懂点姓名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本名叫英俊的俊 那个俊字 那马 那个俊是在马趴趴脚 代表说 他在感情路上也不是很好 人性关系也不是很好 但后来他改这个俊字 这个黄静淳 那马可以逢王掌命 代表他改这个名字 这个人变得口才很好 那马喜欢站立 这个俊字拆开 拆取人来讲的话 俊字旁边一个立字边 马喜站立 所以代表说 这个人他是非常有主观意识 他的规划能力很强 但他的嘴巴就比较容易胡说八道 但他之前改名跟改后 因为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但我们建议观众朋友 不管可以从眼神来看 从他的嘴型来看 从他整个汽车来看 如果这个人心处很症 嘴巴讲话通常不会 当然颜面神经瘦嘴 可能讲话嘴巴歪一边 但是如果说 你身体正常健康来讲 嘴巴歪一边 眼神阐数不定 代表这个人可能心里有鬼 是 易鸿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同意那个 会不会骗人 跟你有没有变性 是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会骗的人 他有些人 骗久了以后 他有时不骗人他会难过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有些人不出金 他就骗惯了 跟你讲什么事 他就只要骗一下 就跟那个 喜欢偷你的东西一样 看到东西不偷 他会很难过 被人家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照我这么看 十几年年才骗那么一些人 这几百万其实不多 表示他也不会说很会骗 因为他 因为会骗的人 一次就骗很多 像你那个 两岸诈骗集团 你说那个 那个家里的现金是摆的 到处都是现金 那个会不会骗人 你看那个样子 也是一个香巴佬 但是能骗那么多钱 骗人 其实人脑筋很好 你就是看面相看不太出来 有些命理师自己都被骗了 那个林真毅 我有一次跟他同台 那个林真毅 不知道怎么给他批命 你人这个 他也是 他说他是被那个徒弟骗 徒弟帮他批面盘 两个人在那边 电视上 互相骂来骂去 他说我骗他 他说他骗他 他说他骗他 到底谁骗谁 我们也搞不清楚 所以有时候会被骗 其实我也被骗过了 人都会被骗 大骗小骗 你有时候明知道 我觉得这可能会被骗 但是还是被骗 那骗是完全是 那种心理战 他觉得 讲出去 你有时候 他这样讲 骗不到 我骗不到他 但是不表示我这一套 骗不到校成 对不对 那社会上 我是觉得是 骗子 是最聪明的 是 而且骗子 是最没有危险性的 没有危险性的 最没有危险性 老半天抢一千多块 这个抢到 他罪名很重 可是我觉得这种人 有的时候你可以形容为 杀人不见邪 对 诈欺 他是利用你好事的心理 贪财的心理 或是你的同情心 那来骗你 那这个女的 要去 要去 要去让人家睡 要睡了十几年 虽然全客累累 但是关了也不重 那种老半天才 才一个队多的 也不过两三百万嘛 也不是骗很多人 我是觉得 他是比较 这条事情比较有趣的是 因为他是个便性人 以前大概很少 有些什么骗子 骗就骗那么多了 正常人一般的骗子 通常都会骗一堆人 不会只一个案子 骗一个人 就被抓到 不会很少 都要骗一堆人 到最后被报案了 抓了 问出来 说不定 骗了十件 才问出一两件 是 所以我们其实 我来补充一下 对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 孝晨兄提到那个空姐 因为在虚拟世界 就网路里面 其实空姐是很多的 每个女的上去都说 他是空姐 没有那么多空姐 空姐这么严 每天都免上班 每天你上网 大家不要再笨 没有那么好骗 刚刚主持人提到 这个抽签 刚好我们今天 有姜伯乐老师在 实在是太好了 说我去廟的拜拜 提到自己签 说下下签 那我 我继续拌签 一定要抽到 上上签 我才走 从早上八点抽签 抽到中午十二点 没有人这样抽的 拜拜 那有人这样 拜拜是有整支的 你今天拌到什么 新签还是笑签 那都有整支的 我一直抽 那你干脆把全部签 搬回家好了 里面一定有上上签 没有人这样突发的 主持人我都怀疑 我是不是有点老了 我给我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试婚 试婚 试婚 不真的结婚 我们去看看 这到底 这个当然是一个 我是觉得很荒唐的理由 你说同居就同居 男女朋友就男女朋友 什么叫做试婚 试看看 如果合适就结婚 不合适就分手 这很怪 因为 我们知道说 这个被告 是非常恶劣的 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简讯 你去那个吧 还要精神赔偿 因为可能有告他这个 要精神卫辅金 那就告吧 顺便让全台湾知道 你和一个变性人在一起 要告勤快 诶 没想到你给你贵 你要去告更快 让全台湾知道 你跟一个变性人做会 我觉得这个被告的点是 我这种可恶的地方在这里 你给人骗的钱 这个被骗二十几万 不是说金额多少的问题 而说你去告我 让全台湾知道说 你跟一个变性人在一起 跟变性人不能在一起吗 我现在已经进步到 一个阶段之后 跟变性人不能在一起吗 变性人不能参加演艺圈吗 不能拍戏当模特儿 这些有个小模 后来他也承认他变性人 你看你用什么眼光跟性感去看他 同性恋都出来叫叫叫 都出柜都可以了 变性人什么了不起 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慧文不懂 什么叫诗婚 其实诗婚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诗婚不只是同居的问题 诗婚他其实目的不是说上床 大家合不合 其实是主要是看生活习惯 很合不合 是 这个不注意起酒 有没有打呼 放屁想不想 有没有爱不爱不爱干净 这个要比较酒才会 对就很多其他的习惯 原型才会露出来 能不能谋合 你有时医的情绪 都留好那一面 对不对 你住久了还要知道 他没有化妆是什么样子 这是很重要 平时生活局 对对对对 生活局是怎么样 哪一部分是有去整形过的 有时候你刚开始看不出来 要久了以后才知道 像这一次要不然 不住久一点怎么知道 他吃饭吃起来哭哭哭哭 那个样子 平时可以忍啊 表示风度可以声音小一点 但是当经常吃那个声音就出来了 对对 所以其实刚刚各位点出几个问题 就是重点是 这个其实呢 这些被害者 他们亲一色男性 那么这些男性 可能呢也不应该 要对这个 有所谓某种职业的这些女性 患有一些迷思 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谈 因为江伯乐老师 刚刚特别还从这个 性灵学的这个角度 来剖析这名嫌犯 我们待会就要来讲一讲 最近呢 我们看到了 大家又在开始讨论什么呢 蔡奇亚明今天有列出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名字 最受欢迎人最多是叫这个名字的 但是问题是叫这个名字 同名同姓的人 如果很多的话 到底谁的命比较好啊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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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